生活中喜欢欺负亲人,讨好外人的,往往是以下三种人。 在生活中,我们肯定都遇到过这样的人,他们对亲人横挑鼻子数挑眼,对待外人却举止有度,分外有理。 常言道,人与人之间最坚固的关系是亲情,最脆弱的关系也是亲情。 虽然血脉相连,不可分割,但人心难以捉摸,亲情也会因此变了味道,喜欢欺负亲人,讨好外人的,无非就是这三种人,看看你身边有吗?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欺软怕硬,只敢宠亲人耍横。 有这样一句俗语,诸使窝里横,狗只咬外人。 话操理不操,那些擅长窝里横,外面耸的人,都是欺软怕硬,软弱无能的蠢人。 我曾经认识这样一个人,他外表风度翩翩,言行举止很有礼貌,面对其他同事,从来都笑容满面。 大家认为,他是个很不错的人,很喜欢和他相处。 某天,他邀请同事们去他家做客,大家欣然前往。 期间,大家正谈笑风声,他妻子和母亲从外面逛街回来了。 他看到妻子手中拎着服装的包装袋,立刻变了脸色,又买衣服,就知道花钱。 当妻子姐试试给他买的,他又说道,你眼光这么差,买的衣服根本没法穿。 不但如此,他还从母亲发脾气,咸胭脂的小咸菜不好吃。 但当他转头看向同事时,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,殷勤地给同事加财,同事们面面向去,都觉得尴尬。 不一会儿,就找理由离开了,看见过这样一句话,在外的好脾气,可能只是处事的圆滑,在家的好情绪,才是一个人深入骨髓的修养。 窝里横的人,无非是仗着亲人的包容,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,都会被原谅。 殊不知,久而久之,只会寒了亲人的心。 在这个世界上,所有人都可能变成陌路人,只有亲人才是永恒的,对待外人彬彬有礼,坏情绪只发泄给亲人,这是不分轻重的蠢人才会做的事,极度心强,见不得亲人过得好,诗人歌得说,极度者无碍。 一个心里充满嫉妒的人,最见不得身边人过得好,在社会新闻中总会发现,那些被绑架,被拐卖的儿童,甚至被谋害的人,大部分竟都是亲人作案。 前段时间有这样一个新闻,河南高考601分少女冯某月,在报完志愿的当天,被发现遇害。 经过警方调查,凶手来自同村,是冯某月家的亲戚。 据村民说,凶手今年51岁,未婚未育,身患残疾,日子过得清贫,看到冯家女儿学习优秀,一家人日子蒸蒸日上,极度新奇,才动了杀鸡。 可怜才18岁的少女,急过了高考的独木桥,却没躲开亲人的黑手,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新闻。 儿子被残忍杀害,经调查,竟是不能生育的嫂子所为。 自家孩子中考成绩不佳,为了泄愤,竟篡改了侄子的中考志愿。 警察去街坊四邻调查,往往会得到他人相处起来还不错,看不出是这种人的回答。 正如那句话所说,极度这把刀,他往往扎向自己最亲近的人。 一家人,低头不见抬头见,逢年过节全都聚在一起,当看到一个人比自己过得好时,难免产生极度之心,很难化解。 像这种心理扭曲的人,就算是亲人,也要尽早远离。 他们并不会因为血缘关系而心软,反而会更加心狠手辣。 不懂感恩,将亲人的好抛之脑后,菜根坛中有这样一句名言,鱼的水势,而相忘乎水,鸟成风飞,而不知有风,鱼游的自在,而忘记了水的存在,鸟展翅飞翔。 却不知道他能飞得远,是因为有风,生活中总有一些人,把亲人的爱当成理所当然,忘记了自己的身后,永远有亲人当后盾。 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,鱼还跟母亲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,寒冷的冬夜,他只穿了一件薄外套,路边有个浑腾塌,摊主是个慈祥的奶奶,看到他后,连忙拉他坐下,奶奶端了碗浑腾,给他暖身子。 他摸遍了全身也没有钱,一脸尴尬,奶奶亲切地笑着说,没事,不要钱,放心吃吧。 女孩很感动,他对奶奶讲述了与母亲的争吵,并说道,您只是一个陌生人,却能对我这么好,相比之下,我母亲太可恨了。 奶奶却不赞同地摇摇头,说,我只是给了你一碗免费的馄饨,你就如此感激我。 而你母亲养育了你这么多年,你却看不到她的付出。 女孩恍然大悟,她连忙向奶奶道谢,起身回家,很喜欢一句话, 人生在世,可以不富有,可以不优秀,但是不能没有一颗感恩的心。 亲人之间,因互相扶持,彼此感恩,才能相处得融洽和谐。 若是把别人的付出当理所当然,时间久了,就会变成朗漠自私的人。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,尽量少来往,以免自己的付出被利用。 一书说,人们日常犯的最大错误,就是对陌生人太客气,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。 如果把这个习惯改过来,天下太平,要向大家庭和美幸福,绝不能因为外界原因而伤害亲人。 永远把好的情绪留给亲人,永远携手与共一致对外,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 网上有个话题,为什么你能对外人和颜悦色,对家人却不能,对外人笑得灿烂的我们,对家人也该有同样的笑容啊。 生活中,不少人都会无意间把负面情绪发泄给了那些在乎自己的人,对待陌生人笑脸盈盈,回到家却没了耐心,我在外面已经够累了,难道在家里还不能放松一下吗? 没错,家是我们永远的港湾,是可以不用小心翼翼的地方,是可以痛快哭纵轻笑的地方。 可是,也别忘了这句话,你能伤害到的,往往都是最爱你的人,那些最爱我们的人,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。 一个家最好的样子,是彼此尊重和爱护,人和人之间的相处,永远是相互的。 家人也不例外,对家人的尊敬和爱护,才能成就自己,成就每一个家人。 家,是讲爱的地方,而不是战场或棋盘,不需要争高低,论胜败,在这个小天地里,需要及时沟通和陪伴。 更离不开相互尊重和理解,与亲人相处时,好好说话,用心交流,相互之间的表达越顺畅,一个家的凝聚力才会越强。 家人之间的尊重和谐,彼此关心和理解,是一个家最好的模样,最好的情绪,要留给最亲的人。 家人,是这世上最疼爱我们的人,是最包容我们的人,他们不求回报,毫无保留地爱着我们。 所以,对待家人,多怀一份感恩之心,多怀一份体谅之情吧,多一点耐心,坐下来真诚沟通,多一点宽容,小事不去计较,大事多多商量。 人这一辈子,很长,也很短,成为一家人,是特别难得的缘分。 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,一定要好好说话,好好相处,好好珍惜,不要等到失去才后悔莫及,请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,因为他们最值得。 有些人在外人面前和和气气,彬彬有礼,那是因为没有人惯着,外人是不会忍受我们任性的一面。 在工作中,对客户发脾气,可能会损失业务机会,在社交中,对朋友发脾气,可能会失去友谊和支持。 然而,在家庭中,大部分觉得对家人发脾气,好像不会有太大的损失。 高效能家庭的七个习惯,中写道,我们习惯于对家人大喊大叫,指责而不去理解,学不会道谢,也不懂得道歉。 是因为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,有效沟通,智慧的人,都把好脾气留给家人,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,也不会将负面情绪带回家,发生踢猫效应。 情绪是会传染的,上过后可能会口不择言,如果可以,先把情绪整理好再回家。 这是对自己负责,也是对家人的关爱,人这一辈子,很长,也很短,能成为一家人,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 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,一定要好好说话,好好相处,好好珍惜,不要等到失去才后悔莫及,人是情感动物,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。 情绪是一种自由生长的东西,好的坏的随时都可以出现,好情绪会带来好心情,坏情绪会搅得你方寸大乱,严重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。 人一旦陷在不好的情绪里,就会心情烦躁,神似恍惚,并且暗下葫芦起来瓢,怎么都摆脱不了它的困扰。 情绪会牵着你的鼻子走,让你钻进牛角尖里,死活出不来。 当你被一种坏情绪包围了的时候,不妨试着去和情绪谈判,问问它从哪里来,要把你带到哪里去,是谁派它来的,然后去称一称它的重量,颠一颠它的分量,看值不值得被它压垮。 最后问问自己,闹情绪能解决问题吗?闹情绪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吗?闹情绪会改变你不想要的结果吗? 闹情绪是快乐的,还是痛苦的?闹情绪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吗?你被情绪折磨得快要失去理智了,别人知道你的难处吗? 你是为自己活呢?还是为别人忧?你是选择做自己的主人呢?还是要做情绪的奴隶? 这么包洋葱似的一层层包下去,会豁然开朗,会发现这个世界的重心其实是你,在你的生命里,除了你自己,谁都不重要。 太拿别人当回事,你会丢了你自己,解剖情绪就跟包洋葱一样,包完了也许会流泪,因为这个过程是很拉眼的。 但是仔细想想,眼泪还有消毒的功能呢是不是?一些情绪就是长在你心头的一块洋葱,老是刺激的你一阵一阵难受。 不如拿出勇气来一层一层忍痛拨开扔掉,用眼泪杀杀菌,你的生活就清清爽爽的了,但是记得好好洗手,不然那个遗留问题比本身问题还严重。 人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时,情绪首先冒出来在你心里上船下跳,这个时候千万记住不要被他左右了,先把情绪安抚好,再去解决问题,如果让情绪占了上风,那没有什么事情能处理好了,情绪就跟个任性的孩子一样。 你越惯着他,他越闹腾的厉害,不如不理会冷处理,他自己就会安静下来,人有时候难免会无意做出一些意料之外被人误会的事情。 这个时候不要急着去和别人解释,因为你是因为着急才急于变白,而着急就是一种很坏的情绪,在这种情绪下会越说越糊涂,况且有时候你觉得是天摇他下来的事情,或许在别人眼里根本就不是事。 你一解释反而把事态扩大,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当时会觉得特别严重,会觉得世界末日到了,但过不了多久回头再看。 你又会为当时困扰的你痛不欲生的情绪感到好笑,大可不必。 我们有了不好的情绪时需要冷静,遇到太好的情绪时更需要慢三拍。 因为人是有了好事才会有好情绪,而人一激动容易心不由己,所以人千万不要在太高兴的时候做出许诺,因为那时候的人就跟打了兴奋剂一样,把情绪催发得无限膨大。 当那股劲衣过去,许诺就随着情绪消失得无影无踪了,人在激动的都忘了自己是谁的时候,哪里还会记得自己说过什么话。 人也不要在太气愤的时候让情绪出来说话,因为这个时候容易说狠话说过头的话,鳄语伤人六月寒,情绪可以消失,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。 人在这个时候最好先收拾自己的情绪,该修理修理,该安抚安抚,当你和自己的情绪博弈完了, 或许让你气愤的觉得要杀人的事件早就不是事了,人是情感动物,所以会有情绪,而情绪是个容易失控的东西。 因此我们要学会用怀柔的方式和情绪和平共处,用一颗平和心对所有不平视,那么情绪就会成为我们很好的奴隶,而不是演变成最坏的主人。